所以我昨天就搞錯了 你知道嗎 嘿 我昨天 你的位置 你的頭銜 我昨天在常會報告說 因為過去我們五合一 那跟總部 所以有些證件 有些協調當然是不盡如意嘛 但是現在經過 上次再開過一次會之後 已經把它分工清楚了 將來決策呼籲這些候選人自己召集 然後鄉鎮有鄉鎮負責人 那我負責召集這些鄉鎮負責的 而且像這些 那我以為總幹事是林德國 我以為界階總部這邊有新的組織 結果不是不是 五合一跟界階總部的人還是同一套 總幹事還是洪志超 他還是這樣擔任主任委員 所以是 當這樣子的話 也可以比較能夠化解外界的疑慮啦 那反而對選舉是比較 整合起來會比較好啦 對啊 你當初一之所 我是五合一的主任委員 好像就是不做他的主任委員 所以你在委員 不是我 有格格 不是不是 因為選舉我們要尊重後學人 成敗後學人影響最大嘛 所以後學人一定只有他的想法 那後學人說什麼就什麼嘛 那如果指派我們 那如果指派我們也是指派我們 也是指派我們在 運動公園協助 對面 那是兩個地方 西蘭是在那個 傳利路跟光榮路路口 不是傳利路 光榮北路跟五捷路口那裡 那西北是在 好像運動公園對面 那個要走後門 那個要走後門出去 因為前面被憲政府弄成發圖 沒有過一陣子 那個是一種化 那個面對神道他是有發圖 門神道 大門是棍子 種樹 裡面的路很窄 這個以後會有一點 所謂是看著他旁邊還在空地 像說要搭什麼東西 看什麼什麼的 車子不能那樣再開進去 要從後面 要從兩邊到三邊 所謂是距離歐波的 本身的辦公室近 就在對面而已 所以那個市地 從他一直 居民一直在前面 所以路 有個路 對啊 那裡邊 車道 中間的那個 安全道 兩邊車道 我有聽那個 其中原故 有提過 面對神道 他就是